主料,豆腐1块,牛肉120克,辅料,皮鲜豆瓣酱15克,白糖8克,姜1块,蒜5半,生抽5毫升,水电缝20毫升,料酒8毫升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准备所需材料,豆腐1块,牛肉1小块,算和姜洗净备用,把豆腐切小块,牛肉搅成肉末, 将鞋片,蒜切碎,锅中水开,放豆腐灼一下,捞出备用,炒锅放油,油凉的时候下入肉末用筷子搅拌散,炒至肉色发白,放香和蒜水,炒出香味,放入豆瓣酱和白糖,煸炒出红油,加入生抽,料酒,加水,大火煮开,加入豆腐煮开后,转小火焖10分钟,这个根据豆腐多少定时间? 水淀粉勾切,出锅装盘散葱花装饰即可,烹饭技巧,豆腐一定要先捉水,加糖可以中和豆瓣酱的辣味,如果口味重可以加适量盐,蒜碎最后加效果更好。 但是不适合宝宝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